這些都是我們小朋友的創意作品 一起上菜囉 老師在經營的一個特色活動 我整個配合整個桃園縣政府的教育政策 把它做了一個完整的規劃 叫成長蛋糕 小朋友看到蛋糕 是非常缺耀的一個心情 所以我就希望 為我們景星國小的小朋友 做一個成長蛋糕 希望透過這三層蛋糕的課程規劃 來豐富小朋友團隊精神 然後同時讓小朋友去探索 他的興趣潛能的所在 藝術家百會 馬上去大學習 米其林饗宴 一起上菜囉 請您慢慢享用 一開始就是因為 就從學校出發 然後配合學校的藝術教育 褐色課程 那高考學校有 會這樣子的教育活動 那我們針對我們二年級 可以做的部分 然後呢 就是看一下怎麼樣 把二年級的課程 很豐富的就是交給學生 我們是一個很完整的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 為這個藝術家特別介紹的活動 然後讓小朋友從這些活動去認識這些藝術家 對這些藝術家有興趣這樣子 後來發現我們六位藝術家 剛好就是兩個法國 兩個義大利 兩個美國 然後有四五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時代 到比較中期的印象 然後到比較近期的 那我就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歸納 就覺得說那些藝術家的特色 又希望在他們的現實生活可以接觸到 所以就我們就先做了比較近代 瑪蒂絲跟高庚 那瑪蒂絲因為他後期有剪貼的部分 那其實孩子 孩子有一些剪貼畫實貼畫的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當延伸活動 讓他們對 就是直接對色彩跟形狀 然後做 就是做一些作品 高庚的生平很特別 又在秘魯 小時候在秘魯 然後長大到大西地區 那這幾個地方的文化特色 都很浮出很凸顯 所以我就想說 也帶著他們遊行節 推到前面四五百年前的 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跟米開朗基羅 因為達文西的話 摩娜麗莎他們就是 孩子是熟悉的 就是一半以上的孩子是熟悉的 所以從那個地方切入 然後教他們怎麼就是 看 就是做一些人物的特寫 然後米開朗基羅是雕塑的部分 所以他們做了人體的立可拍 用手的動作 然後臉部的誇張表情 跟雙人搭配的一些主題的展現這樣子 卡莎特是可以展現出一些比較情感的部分 就是從畫面上 然後帶領孩子去感受一下那種 親子之間的情感 就是親情的部分 於是我就設計了一個 就是類似導覽員的活動 那我們親子教育日那一天 是導覽給家人聽 他不一定是導覽給他的家人聽 我們是用分組的 然後呢只是定點 他就必須站在這裡 不管誰哪個家長來 他都必須要主動的跟大家講說 這一區 這一區是在做什麼樣的作品 我給他們的東西 他們就是可以吸收 就不只是知識的方面 我覺得做人處事是最大的一塊 我覺得給他們很多不一樣的體會 然後讓他們在品格上面的成長 可以看得到 小朋友們是很熱情在參與這個活動 那加上兩位老師引導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小朋友做出來的那個成品跟那個成果 那都是非常棒 而且我們也在這過程當中 我也覺得很高興的是 我們四個老師也透過小孩子的 這些成品跟成果 我覺得我們也得到了一些成長 打扮我們自己 讓我們亮麗的呈現在評審的面前 我們就製作了這樣的頭套 因為我們是那個一起上菜囉 所以我們是以廚師的這樣子的造型 來形象我們自己 然後結合我們的課程 因為其實孩子的感受還是很重要的 或是孩子在我教學的時候 他的那個反應回顧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跟加油 他的教案 我們看完之後 第一個是符合這個六大指標 包括知識力 情意表現力 思考力 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資訊力 還有這個創作表來力 以及技能 這六個這個大的指標 他都完全符合 再來第二個是他的結構非常完整 因為他是全校性的這個活動 第三個是他是具有特色的 也就是說是以所謂的幾個這個藝術家 為這個主體 然後把它串起來的 那在我們幾個三個評審 在評審的過程裡面 覺得他是相當有創意 而且在這個花表當天 學校的這個服裝 以及他的所謂的課程 給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們三個這個評審 就一致給他這個特優 希望把他們這種所謂學校整體性的 這種所謂具有創意的 能夠推廣到全國各地 所以我們就給他特優了